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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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觉得在那种情况下 那么多全国的做派都在那里 在这时候如果要不对这个标材 那是不幸的 那你就等于默认 是吧 所以虽然是在那个纪念毛主席单身的大会上 他发表这些言论也不合时宜 纪念毛主席的去说毛主席话呀话 是不是啊 另外就是 对江青公子更说一些这个不符合世纪的一些话 所以我们就给他一个范集 也应得了这个全国这个这个这个做派这个群众的这个欢迎 是吧 这也算是对江青公子百年胆臣的一个小小的纪念 这个邱石科同志提议这个纪念这个开始 在这个江青这个百年胆臣开一次纪念会 这很早已给我商量过 那个一开始准备在河南高 但是河南这个也是消息一开始一走路 又搞不成了 搞不成了 最后这个 这个又花了在北京高 这些 这些变得比较精神 给我发的信息上是说 纪念一展这个 哈哈哈哈 一展烟桃会 嗯 而这个 来参加的会议啊 跟全国的这个做派同志 特别有一些老同志 和一些像 这个 中年里还有这个这个 这个 一些年轻的凤子 都在一块来纪念 我觉得 干得非常高兴 啊 说明这个 这个这个 五三阶级革命事业 这个队伍是越来越大 啊 啊 而且是 后级尤人 啊 我现在江青宗子 咱们纪念江青嘛 我觉得江青宗子就是一个 偉大的五三阶革命展示 啊 是文化革命的七收 他有三天是非常了不得的 十几岁都参加革命 啊 并且这个被抓进监狱以后 也没有这个 这个屈服 是吧 当时 中央1977年二号文件 这个 公布江青是盘独 是吧 现在看来是一个妖艳 是个无限 这个 徐明星 放出来以后 就公开审命 他不能证明江青是盘独 嗯 这就说明徐明星在监狱的时候 在深探的时候 是被 逼公信 嗯 说这个江青是盘独了 是吧 但是至今 中央文件 你作为一个中央文件 把一个当院 不是盘独 你顶如盘独 直到现在没有 给一个说法 这是不公正 这不是一个 伟大的当 应该做 是吧 你这个既然遮措了 遮措了 就在这件事上 你就应该为你平凡 是吧 这是这个一件事 啊 另外江青在这个 文化大革命中间 这刚才大家都看了 特别 这个这个 这个 真言都看得比较详细 啊 在这个 养班系上 在这个 批判这个 资产家疑神 这方面 都做出很大贡献 啊 毛主义也成长过江青 言光敏锐 啊 这个 很多问题是 他提出来 啊 这 在一个的 更重要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间 在每一个文化革命 发展的每一个 关键时刻 江青东子 都是既致贤命的 简定为 攒在革命迅中一边 啊 这我们这个 作为当年早饭派 体会就非常 神奇 啊 这个 在这五十六天 这个这个 这个拜塞公布时期啊 后来毛主义 回来以后 也是江青东子 这把毛主义 此次 穿搭到 这个这个 革命群众中间 使一些 革命学生 带到第一次街坊 是吧 后来二月黑风时候 是吧 许多这个群众 被抓进监狱 那一次高雷也非常厉害 是吧 他们动用了专政工具 军队 公安 是吧 把那么多这个早饭派 把那么多群众 都抓进监狱里去 是吧 这后来 这个 空气大字 这个4月1号 发表社论这个 政策对待革命小姐 这有一次 这个这个 给群众 一切放 在这方面 江青东子也做了很多工作 是吧 这个 像我们河南 那体会就很 河南几次谈判 江青东子都亲自参加了 是吧 而且这个 这个这个 在会上发表了很多重要的讲话 来辞职革命群众 让河南 去 不用用于这个 勿说不用契机 是吧 不怕他这个 去悬扬 这个 江青东子这些 混音问题啊 是吧 这实际上 这实际上都是散布一些这个封建的观点 啊 散布一些封建的观点 再一个就是 啊 他们 用这个 用这个这个 一些 壁略的说法 是吧 说江青 拍个毛主席 啊 这个 这个 江青刺激 这个 早要说江青刺激的过了一次自三级生活 不让人民人民过这个好生活 啊 这些都是一种污蔑 啊 所以我觉得 我们纪念这个江青 百年短辰啊 就是受显明确一遍 江青的问题 实际上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就是国农 光大国农群众 有不应该待解放 能不能待解放的问题 我说最后这个联系啊 也是我这些年来 一个深刻认识 要说实话 当时 我也没有认识到 就是 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这邓小平他们这些人上台 真正中国就会 这个 这个 郭佑明就会吃耳边哭 手耳砸嘴 虽然最上哪儿说了 是毛主席探过的 我们也这样说了 但是没有想到 那他总是以为这些人 他还是孔丹当员 可能毛主席主要是警告他们 真没有想到这个就是 这个 福尔顿的文化大革命 福尔顿的毛泽东 共产党就斩不住脚 光大国农群众 就真正又变成了 这个被押派被剥削的对象 是吧 失去了 失去了 原来这个 国家主任的地位 失去了 生产资料所有权 是吧 这个可能好些这个群众也没有认识到 好些这个 这个文化革命中间 这宗斯派还通过这蒙蔽山洞啊 也蒙蔽了一部分这个工人群众 是吧 这些人啊 觉得这个 那时候76年分子 死人王族 他们也非常高兴 敲锣打鼓 是吧 具备情绪 他们像这 这一能这个 他们可能 这个会好一些 但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 实际情况是 这个 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以后 把蒋庆登同志这个 盘 盘姓如鱼以后 是吧 很快的 整个工人阶级 农民阶级 啊 都有成为 是吧 北伯朽北亚派的国家 是吧 这一个理事规律 是不可抗拒 是吧 这个 这样一条整理 才最终 被 越来越多的 人民群众所认识 所以咱们今天 纪念将军啊 那也就是要 要把这一个练习起来 要看到纪念将军 不是 单单的纪念将军 一个人的事情 啊 它是关乎着 我们当地事业 关乎着 光大国民民群众 啊 能不能带到 解放的问题 啊 而这里面我就是 刚才上屋的时候 听到一些老公子 都讲了 是吧 啊 一个说现在到了 最危险的时候 啊 一个说 现在就是 世界上 已经进入战事状态 是吧 我觉得这个分析啊 非常深刻 我自己也有这样的 我自己也有这样的同感 看来 周知派 那还是 不会带回 啊 不会自动的 就是防弃 他们那种错误的道路 是吧 他们还要坚持 这种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坚持他们这 这 极有的这道路 一直往下走 啊 这个 杀 装死短弯啊 杀 这些这些 他们下决心要 这个 一条路做到地 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 这是最后的斗争了 如果真正 他们得逞 那 可能这个 那中国的情况 那就不是 现在看到这种情况 比现在要 要糟糕 要混乱 十倍 甚至上百倍 啊 那中国的这个 是不是能够一个 统一的 国家存在 都 都很难讲了 所以这时候这个 这个 纪念讲情啊 也要 学习讲情 啊 坚定了这种 革命精神 坚定了 无产阶级的 黎昌 要现在要 这个 作为这个 全国的 貌派 要真正 团结起来 啊 要以一个政治 政治团体的这种 面貌出现 要以真正共产党人的 标准来 要求自己 啊 要 进入 战斗 啊 这个 这个 现在全国这个 貌派啊 或者说 左派 这个 这个 还是处于 这个 一盘三杀的这种状态 各自为战的状态 啊 为啥的 就理论不同意 啊 这个 有好些 自称 毛派的人 对毛泽东 吴三杀丹亚继续革命理论 并没有认真学习好 并没有真正尊找 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去做 是吧 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 要点就是两条 一 所有这些问题没有解决 第二 就是资产纪就在共产党内 那就是说 当内四国大会组织派 就是工人阶级光大人民的共同敌人 这就是主要矛盾 是吧 抓住者主要矛盾 另外就是 这个这个简离才能真正简离这个 好这个范地的同意展现 简离好范地新官僚自然界的同意展现 啊 才能团结大多数 才能够斗争才能去在省里 是吧 现在是左派这个子监毛派之间 这个这个有些这个 胡想自在 啊 这样是很不好的 啊 这个这个 就像 香港的 老任聪 讲给的 是不是啊 这个有些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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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想这个中间这个自在 实际上 实际上 都要集中力量 针对这个 四不该会的做自派 针对这个新官僚自在 是吧 啊 不是说当内 不能把这个 就是说 把猫兔对中共产党 啊 实际上也转移了 斗争方向 而应该就是 对准当内 做自派 四次抓住这一个东西 真正按照 毛主席 无参专政 加积蓄革命理论 去认识问题 思考问题 去制造我们的行动 这样才能取代圣灵 我集中的 多年来 一直在纪念江青的 那些普通的同志们 他们做的这些东西 年年都要做纪念品 他们让我带来 这后面就是工农兵静置 工农兵静置 然后呢 还有一个千年伟人 毛泽东 世纪伟人江青 因为这两个提法 它都是用故事的 这个原因 这个故事 就在这上面写着 所以这个东西呢 我来的时候 我想多拿点 但是可以啊 你看 这个就是世纪为人江青 千年为人毛泽东 就是 这是他们国外 美国的评论 是 我就想来 我发个言 江青 对毛泽东 这个确实是伟大 大家 只要你是有一点良心的人 都知道 但是对于江青 包括 很多老同志 经过这么多年的 反面教育 也认识到 毛泽东 发动文化革命 是仿修 反修 但是 他用人用错了 用了那么四个人 用了江青 我对于这些老同志 这个说法 我确实是不同意 既然是反修反修的一个 这么大的演习 如果利用他 毛泽东这些老战友们 他们是 急不理解 急不得力 甚至把制度都排断 谁去实施呀 就是 江青 他们这些人 才把这一场 反修反修的演习 搞了起来 所以说从江青 1991年 5月14日凌晨 五分去世以后 这些年来 我们始终都在心中纪念着 我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就是 110周年的时候 我们一个老火车司机 文革前就开火车的 工资那时候都80块 大学毕业才51块5了 他都80 可是现在一千多块钱 家图四壁 穷得很 但是 他最朴素的东西就是 他说 江青是为毛主席做的老 因为敌人相反的毛主席 他不敢 他就放到江青身上 所以他就把他一切精力就用到 他在110周年的时候 毛泽东 他收集了110幅照片 这110幅照片怎么来的呢 只要看见报纸 有一星点点的 有江青的 他就弄下来 有个书上有 不惜多么贵 他就要买来 所以说 后来呢 我个人的情况是 轰冰吧 他也是我们河南的造牌头 我的老伴 他也是河南农学院的当时的 是河南农学院 各国会主任 河南省各国会常委 我是河南农学院大三的学生 文化革命的时候 虽说我没有什么职务 但是我也是坚强的造牌派战士 用当时的话说 就是背着那个 背着话筒啊 到处辩论 所以 保守派成为跳的高的人 所以 我们这一代人呢 我们这一代人呢 确实是 生在旧社会 长在红旗下 毛主席一生 办了两件大事 当然这两件大事 现在有 学术上有争论 有人说 最近的毛泽东 那个年图出来了 我买了一套 我也查了这个 确实是有这话 但是是 具体怎么说 那再说 两件大事 我 包括我们这很多在座的 有幸 参加了这一件 那一件 那就是 打下 打天下那个 我们没敢 但是 保天下 如果如何让我们 这个政权不变颜色 这一场文化革命 我们有幸参加了 最近 湖北的那个 一个同志 写了一本书 叫生奉七十 刚寄来 那生奉七十 就我们正好 生奉这个时候 是毛泽东时代 又是文化革命的时代 我们参加了这场 伟大的斗争 在这场 为他斗争 毛泽东去世以后 把这个文革服定以后 特别是把这四个人 逮捕以后 我们的七十一逮捕 下面 我们这些跟着的 人 成千上万的就 就是 逮捕 那就是弄在监狱 没弄在监狱里 也关几年 或者是双开 或者给定中三中人 成千上万 这个呢 就是因为我 后来就是搞这个文革资料嘛 到全国到处去采访啊 也很多原始资料了 原来因为我们河南最厉害 搞了一百万人 后来到浙江见了张若生 哎呦 他们搞了四百万人 并且拉着去就枪毙了 一个线就能拉住两个 当时的高中学生头 拉着去枪毙 为什么 这要从学术上来看啊 所有的学术上 我们河南 因为是第一书记刘建勋写张大字报 毛主席是8月5号写的 他是8月19号 也写了张大字报 学着毛主席支持了河南的少数派 藏文派头头 藏文派 当时称少数派 这张大字报一写了 全省 省第一县三级 那他是第一书记支持了 第一县有学者支持 所以就带动一大批的这个领导干部 支持少数派 毛主席就表扬了全国又一个河南 刘建勋最好的支持了少数派 也受到毛主席表扬 所以在浮定文革的时候 在搞大清查的时候 那一开始刘建勋是紧跟英明领袖 抛出去了一批 他自己认为是造反派当中的 交刺人物实际定不是 那也都是先锋人物 交刺就是头上长交 身上长刺 他是这样丑化了造反派 他先抛出去一批 然后叶建勋讲话 那是不是叶建勋讲 我还没查到出处 但是大家都认为是 揭皮查揭皮四人帮 要像当年打日本鬼子那样 想斗黄世仁那样 去搞 这时候就搞到了刘建勋的头上 这个刘建勋 这个刘建勋 不是吧 这时候也搞到了刘建勋的头上 刘建勋也成了四人帮的 这是第一书记呢 所以他有个缓冲 刘建勋整的时候 刘建勋这个事 我给你补充个情节在里面 嗯 毛主席一世以后 晚上邓小平把刘建勋打得很狠 嗯嗯 就套路家给我介绍的情况 嗯嗯 他生完时候 吃了那个是白家友情白爱疯的时间 是是 刘建勋当了邓小平民的灭 披了邓小平 他这个问题为什么 是因为他说的对 是因为 75年邓小平一上台 他就搞整顿 他搞整顿的时候 就派季敋奎先到浙江整到张又生 把张又生省各位主任给免支 把他弄到河北省 就是三条腿那个黄国梵那个地点去劳改 监督改造 群众监督改造 养猪把腿都摔坏了 毛主席后来又 他是先征他 季敋奎从浙江75年返到河南 就开始整河南的转安排 他实际上是 是让邓小平看的 表现给季敋奎 这个到76年 马上反击邮军发案封的时候 季敋奎就被刘建勋透信了 这都有亲背信 透信就是说你要赶快转 所以刘建勋就当面提等 拿痛苦流体当面提等 所以邓小平对这个事 他说的就是这 曹鲁佳给他讲的 咱们就说河南 他就是有个缓冲啊 由刘建勋一开始紧跟华国锋整了一批 他后来又整到他头上 可是浙江一开始停 在76年10月以后 年底就开始说 支持你们这些人已经 这个人已经不在了 我们想怎么搞怎么搞 所以他一下子就杀呀抓呀 那么厉害 你看张宋生 张宋生他支持他的领导干部 就是卢勋的亲弟弟周建仁 那么他抓周建仁抓不成啊 周建仁已经是人大副委员长了 他就把周建仁的秘书判了七年 公开的给他说 就给他秘书说 你就是替周建仁坐牢的 我去年去也见到他的秘书了 见到周建仁秘书 所以这个事来就是说 具体到我身上 就是我的老伴 我的同学 丈夫 又是文革的战友 他是县委副书记 他也是 因为河南的这些学生头 都后来 批人批空以后 73年以后 职务都是县委副书记 兼公社第一书记 都是这个职务 我们都下去 学大寨 搞农村 毛主席一去世 不管你有事没有 通通按照你的职务 省各位常委 最低是十年 红兵更厉害 十八年 二十年 他判二十年 做了多少年 他做了十六年 十六年 我的爱人 他是判了十年 这一判 我领住三个孩子 我说在这个地方是 娘家也不是这儿 婆家也不是这里 文革也没在这儿 可以说在那种情况下 一个人都不敢跟你说话 领住三个孩子 去探监跑 就那时候 我就留下了 那就是八年日记啊 没人 孩子小啊 没人听你说呀 就探监回来就写 留下了十几万字的日记 我成为 因为他判十年住了八年 把原来那个隔离审查啊 什么也都支了刑期 所以就记下来了 当时我就想 我一定将来要收文革资料 我要研究这点理事 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大的胸怀 只是说 我让我的后代知道 他祖上坐牢是没罪的 但是后来看到了现实 使我不得不 不能光考虑自己了 这不是一个人的 所以就 九三年正式退休 就开始收集文革资料 所以那时候 一到这救赎台上啊 那琳琅满目 小报传单资料语录 那是整个跑了十年 那时候也便宜也多 所以三千多种小报 涵盖二十九个省市 包括西藏的小报都有 没有空白 还有文革资料 但是我收集文革资料 不是为了要当成文物放它 我是要把这些资料 我自己按照自己的理解 用毛主席的 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 站到这个立场上 我去消化研究这些资料 这是一 第二 就现实的斗争 当时就发现了一个中流杂志 哎呦 这个杂志不管如何 齐了要维护公优制 维护公优制的主题地位 那就是以那个谁 邓立群伟首 魏劳啊 这些这些人 我们就成立了中流发行站 九九年 中流十周年的时候 我们河南四个同志 我也来了 参加了这个会 很快 在01年 因为江振民七一讲话 要叫四应企业主入党 我就因为转发了这老同志 给江振民的上书 就被把我的电脑 打字机扫描也都给搬走 叫公安上 这从这以后 老同志就说了 为了你的资料 以后不要再公开参加什么活动 但是我实在是憋不住 我今年参加了毛泽东 因为一百二十周年 是因为这个老同志 参加这来是因为这个邱师克 因为邱师克 还不是邱师克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他不会电脑的嘛 他还不是邱师克 邱师克的网名 张伯华就03年春节前 就去到我家 很有才 当时还写的诗 所以他组织这个会 我就说你就是把我抓起来 我憋了这么多年 都是在心里纪念 我这一次要参加这个形式上的纪念 买了票 一天三拨人到家找我 不让我在这期间 就是文革 我自己的回顾与思考 他的那个港版叫不在沉默 这个网上你可以搜出来 也有电子版 第二本书就是这个 文革诗词500首 我把小报当中的 小报上的所有的诗收集起来 收集了一两千首 挑出来500首 插上了400多幅图 插图本 所以有些同志说一看这书 就好像又到了那个年代 就是全方位的繁衍文革 我又写了这本书 因为我搞的资料很长 书搞写的也早 但我不敢出 第一 我出书我就得说真话 我不能再 幽抱疲乏 或者是不敢提阶阶斗争 不敢提 不敢提走字盼 我要提 可是要提 我都得等我的孩子们得站住脚啊 万一再影响孩子们怎么办 好多人欺利自散家破人亡 幸亏又像我这样的 坚守着等着我的老伴回来 给他一个完整的家 所以我还是给孩子们 等他们都站住脚了 一零年出版第一本书 这是一二年出的 马上来又一本书 那一本还没了 那一本还没有 因为还没出版拿了 我没了 别再弄 我就消化这些东西 把这些东西留给后代 让他们 因为我们现在 具体我 我的优势就是我参加了文革 我还到处跑着 搞录像采访 试图让他们都写 因为人家把文革妖魔化呀 我们亲离这 特别是文革这些造卖头头 当时谁都说他是 罪罪罪罪 保卫毛主席的 罪罪的弄很多很多 但是这时候这些人怎么样 所以 张培信我们一见如故 为什么呢 我就说嘛 用山西的话说 这个 应该翻过来 翻过来说 是吧 拉画画容易 见个面点难 经常打电话 但是见面很难 为什么 我有两个老人 一个一百岁 我妈妈 还有婆婆 九十三周岁 就老伴我们两个管住 为什么我来呢 那他就不能来 他都得在家省下 所以这个 我是04年 背着摄像机 找张培信 还有李世英 录像采访 后来呢 念恩泽呀 谁呀 直到去年 我还在做做这个事 试图呢 留下来 这些同志的经历 当然更主要的是 让他们去 比如说湖南的 湘江风雷的那个谁 叶伟东 我去找叶伟东的时候 很难很难 因为叶伟东 是湘江风雷的头 他特殊的情况就是 他是湖南省各会副主任 跟花国峰是同事 因为他这个副主任 不是学生 学生都毕业走了 没掌权 他是教师 当时长安一松的中文教师 他抓 他分工抓 文教 就是省各筹的时候 筹备的时候 他分工就抓文教 花国峰抓农业 我这都有资料的 花国峰一上来 给他判了12年 所以等我去看他的时候 虽然他是也有 又安排工作了 在湖南师范大学 但是师范三中人的待遇 老伴在床上 三年职务人 他一个人喂饭 伺候了三年 我把江江风雷的豹 拿给他 在小豹 把抱头让我签字 然后 我让他写 我说你如果写 写这段史 我把所有资料都给你弄来 他说我得等老伴 今年春节 去年春节 收到他姑娘的一门 就是电子邮件 说我妈妈已经去世 先为他妈妈写了本书 叫班珠类 班珠一支千迪类 因为老伴去世以后 他在整他老伴那个资料的时候 东西的时候 发现一片一片的 就是呢 记得就像日记那样的东西 老伴那么多年跟着他 先出了这么一本 然后又一东呢 就开始写了 我就开始给他 他不会电脑 发给他姑娘 就是说用这种方式 来这个把文革这段历史给留下来 传承下去 我们这个同志们 没有文化的同志们搞这些东西 我是只是把文字上给他整着 都是他们整的很难啊 现在还好 原来找人家修着图 人家都赚钱了呀 有江青没人敢干呢 修一个图 修就要一百 真受不了 但是别人还不给整 所以今年呢 他们这是今年 他们幼稚的 这么多年一直在搞 就是 怎么讲呢 说到这个江青 我们这一辈人 这个认识是 这真的是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认识 这以前就跟着走的呗 就这个是坏人 这个是坏人 这个是坏人 但是呢 后来怎么讲呢 有一个哲学家好像说过这么一句话 就是说呢 你感感受到的东西 你才能够去理解它 那么你理解了以后 你才能够更深的去感觉它 所以说我 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这形势比人强 你那些 不由别的人 搞假动作的人 是吧 污蔑别的人 你可以 可以搞你 几十年或者多长时间 你可以蒙蔽 但是这个形势慢慢的发展以后 让大家都明白了 你只要是有良心的 你是有真理的 你就知道 假的 假的是真不了的是吧 所以他们这个 这些搞的搞的东西 原来说这个 江青是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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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我们现在 我自己的感觉 我的意见 文革是个好东西 所以说那个时候可能 可能他为什么会失败 为什么可能和人 和这个社会发展的 这个这个当时的 这个环境可能有关系 因为那么多人都反对嘛 是吧 但是现在发现这个东西 确实他有他的 他是正确的 现在这个时候也有可能 也在过往后再往往 走一段时间 也可能这个东西 会真的会出现 是吧 文革这个这种运动 可能以别的形式 再出现 肯定会 所以说 呃 我们没别的办法 我们就有时候去 去毛主纪元堂 表达一下 我们的年轻人的 这种想法 也不算年轻人的 是中年人的 然后去 就是四五的时候 或者清明的时候 他就去 表里能不知道 去鲜鲜花 但是我真的是发现 我们去鲜花的时候 好多人都已经去了 然后呢 那个地方的这个花 比别的地方呢 就是多点 就就就这么简单 还有一个 还有感受就是什么呢 感觉就是什么呢 就叫君子坦荡荡 小人藏七七 但是往往往有时候 君子老是被小人搞搞翻 所以说我们现在 就是如果 出现了情况 我们自己要想到 怎样避免君子 让小人搞翻 让君子要取得胜利 我们老百姓才有活路啊 是吧 你说从江青那个时候 他们无限 我们信了 但是后来慢慢发现 这不对 然后现在出现三十五 说老实话 我就被三十五 这个一棒打大行 我说啊 这种美好的东西 都让他们给否了 然后后来这个 这个审判的时候 那后面那些漏洞百出 然后后来直接就是 你你这就是你你 你没罪我要说你有罪 这不是流氓吗 小人 是吧 这就是小人 所以我觉得这种小人 就要被历史 肯定会把他搞掉 不用我们去搞 他就会搞掉 反正我就是这么认为 发言啊这个龚献田这个老教授啊 他从法律上这个解析了这个 当年这个粉炊四人帮 以及后来的这个审查四人帮啊 一系列的这个清理三种人 什么什么洁癖啊 这个是不符合法律程序啊 这个也不符合党的基地的一种 这个违法违纪的行为 从法律上 这个我们深圳这个什么 那个大学的那个温教授 是吧 从这个良好的愿望 从希望这个国家的团结 我们中方民策的团结 也希望能够的这个 解决这一历史的遗留问题 啊 筹进这个中方民策啊 这个 整个中方民策的团结 为这个 建设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啊 这个 这个 发挥这些这个 这个积极的精速 我们运老啊 运人前 这个老同志是吧 刚才也 对于这些 对于这些当年啊 迫在这个江青同志身上的 这些这个 这个脏水 是吧 这个以亲身的经历 啊 也这个 说明了这些 这些事实 啊 给我们都有很大的启发 是吧 这个我今天呢 想讲一点的 这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我啊 解放思想啊 现在不是这个 这个一天到晚说要解放思想要搞改革开放嘛 是吧啊 那么我们说这个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 这个是没有错的 这个名词是对的 是不是啊 这个 所以我们说这个江青解解决我们这些历史遗留的这些问题 是不是我们也要解放思想 现在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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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人帮和江青啊 这个问题呢 都说成好像是个禁区 是吧 一讨论呢 就害怕 是吧 这有什么害怕的呢 是不是 这个无产阶级 这共产党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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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认为啊 无产阶级不解放前人类 就不能够解放自己 嗯 那么说我们共产党 当年在毛主席的领导下 在1975年 对中间和共产党作战的这个国民党 战犯 全部进行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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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 是吧 对于这个右派分子 是吧 这个这个也折了帽子 他们当年呢 这个改造国民党的战犯呢 用了25年时间 这右派的帽子的 大概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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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年 是不是啊 这个 地府反反右的帽子折掉的 大概用了20多年啊 20多年 这个我们认为这都是对的 是不是 这都是解放前人类 是不是啊 这个 第一种作法 是不是啊 本来嘛 这个阶级斗争 你不是说已经起销了阶级斗争了吗 是不是啊 那么我们也希望 这个阶级斗争今后越来越少 是不是啊 毛主席 共产主义的这个目标就是要消灭阶级啊 是吧 这个我们认为这个你起销了这个 这个 战犯也解放了 右派也解放了 地府反反右也解放了 这个 这个 当年这个 触犯这个四人帮这个 这个事件 这个本身来说这个事件这个合 合法性就值得争议 是不是啊 共产党 你是能够解 这个改正错误 还是坚持错误 这也是对共产党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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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历史上的一种考验 知道吧 所以说我们觉得是这个 从这个国家与民筹的这个团结的愿望出发 是不是啊 我们事后可以这个 这个 呼吁 是吧 从社会上 从呼吁 以及向党内呼吁 是吧 这个公平公正 实事求是的 处理好这个历史的疑量问题 这个对于这个仇敬国内的团结 对于这个调动一切这个把化销的 运寿为积极运寿 调动一切这个积极的这个运寿 来建设我们的这个国家 啊 我认为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 啊 这个是我们站在这个 站在这个 站在这个 站在这样的一个立场上面 来服役 而不是我们是自己要个什么利益啊 什么东西啊 我们没有什么个人的利益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不是干革命吗 总是多一点人好 是不是啊 当年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人 是千万亿万人民参加的文化革命 所以他这个影响力啊 是很大 现在这个问题不解决的 这个也是这个影响这个国内的团结啊 影响这个积极的音色啊 都是这个负面的音色也是很大的 每年的这个上访的同志也很多 对吧 所以我们这个这个是这个可以发挥这些的服务 啊 还有一点呢 我刚才听了一下的我们有些老同志啊 像这老同志啊 原来都是文革当中这个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 是吧 就是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 我认为都是革命的前辈 是不是啊 都是革命前辈 当年后呢 又被开除了党籍 根据我们党章的一些规定啊 开除了党籍以后 你还是可以革命的呢 是不是啊 你这个这个 你可以这个修正主义 开除你的党籍 你是不是可以 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 我们自己恢复自己的党走势生活 是不是啊 这也是一种思想解放 解放一点 好像在党章里面好像有这样的这个 这个理论根据 大家可以找一找 这个是我临时想的啊 这个这个这个 我们思想解放一点 反正是这个 这个一个是我们站在这个 一个共产主义者 一个共产主义战士 不是你还有这个名号啊 我就我就我就革命 我没有这个名号呢 我就不革命了 是不是啊 我没有这个名号 我继续做一个共产主义者 我当年入党的时候宣誓 我就是要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你开除党籍 是不是 那我我不认为你开除党籍 你开除我的党籍是合理的 那我还是共产党员 那我还是要自己 你不让我学习毛利兰 我自己学习毛利兰 你不让我学习毛泽东世界 我自己学习毛泽东世界 现在我们现在能够做到的时候 你不让我们纪念毛泽东世界 我们还是要纪念毛泽东世界 你说江青好啊 就你说江青好 你说江青不好 江青就不好啊 这个我们这个要有自己的主张 所以我说的 这个地方就要求我们的这个 私权要 自己要私权解放 啊 这个这个总委员 这就站着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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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囚禁团结啊 发消极营社会 积极营社会 这个立场方面啊 像社会啊 像党中央啊 像新闻党中央啊 发去这个我们的这个声音 可能不会成功 但是我们这种声音要发出来啊 啊 这是我的讲话啊 谢谢大家啊 啊 虎呀 今年江青同志 诞辰医的周年啊 我心里非常高兴 非常激动啊 能够有这么今天啊 的确是在38年以前啊 我们想都不甘心 因为我自己身有机会 在77年的时候啊 这个江青同志76年4月6号被打倒 被抓 四人帮 那个时候我们以为啊 是真的好像是毛主席在生前 未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 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我们也是用户的 但后来到了77年 7月份世界三中全会 他们把邓小平又重新赴上台 我当时啊 我就开始惊醒了 我当时曾经给我一个同学写过一封信 这封信呢 我就里面就讲了 我说中国以后要是出现 四半主义伏辟啊 那么 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中根子 就是邓小平也建议 结果这封信呢 我正好在当校 在地位当校学习 我在贵州同仁地区 在地位当校学习啊 结果被这个 写那个写给的那个同学呢 他作为糊 他也不是犹豫地想害我 他是糊涂 他就觉得他认识不清楚 他交给校长 校长来就把他交给地位书记 然后就把我作为反革命分子 抓起来生长 整整坐了17个月的牢 但是当时呢 我确实经受锻炼 因为那个时候啊 我在雨中啊 我就用摇破手指摸写了写说 写了这么几个字 永远终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革命到底 就写了这么几个字 所以我后来啊 他们这个对我的公安局要判 要判我四年徒刑 结果叫到检察院来 那个时候升检察院 给打回去了 说这个你们实施不充分 所以是个认识问题 就叫了回去 这时候就 我放出来之后呢 后来就考研究班 这是玛利亚基 基本理论研究班 结果我以胜利的第二名 终身第二名 本来当时啊 他们不吸收我 因为我是个 小兴发革命 还有留着一个教育 四方留意罢了 但后来呢 社会当校 他们的这个领导啊 还是比较开明 他说 他是人民大学 国际政治系毕业的 你们不要 我们要 因为当时我们是按系统 要翻到地位当校的 结果社会当校呢 他们就想要 后来啊 在这种情况下 才把我重新过 又恢复当级 又安排工作 我当时反正 我也没关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看到了一本书 就是石东斌写的 还是山西那个 那个有两个名字 一个叫 《铁窗余生》 一个叫 《秦城能乐》 都是写江青的 这本书我看了之后啊 我当时啊 我对江青的评价 就是一个 借出的共产主义战士 伟大的 武产家的革命家 我当时啊 我曾经给那个 作者 就是石东斌 我就写了封信 但是我当时啊 就写了封信 但是我当时啊 就写了封信 那后来我说 管他就 反正我已经做了一年板牢了 所以他就变 好 这个时候呢 我才又重新开始认识 武产家就没法打革命 认识江青 认识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同志 这个时候自己慢慢的 可以说到了八十年代 基本上是我认识的一个过程 到了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末 好多童子看嘛 不认识你 啊 不认识不认识 发表文章的名字叫真也 啊 大家就知道了 发表了大量文章 哈哈 哪个真呢 嗯 真 对 西图瓦 那个真 西图瓦 一个瓦 真是一个 这个 真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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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实的严实实上就是真严 是一个 网民啊 我就真严 啊 啊 经常会在红作会网 乌有网刊上 读到他的文章 嗯 我主要是研究 当时 和哲学的 所以我 所以这个 那个时候来的八十年代末 就是搬了中流 我 知道了韦维 同志 好 我们就跟他联系上 联系上以后 那个是 基本上就是 好像就是 违背党是 跟我们指方向 有些关键的问题 我们都写信给他讲 他也很热情的 就答复我们 啊 所以那个时候 到了九八年 一九九八年 不是准备在南街村 召开一个 南街道路理论研讨会 实际上 那个时候 就是说 就是要建一个 筑子 结果后来 被公安部 公安部 什么 就给监控到 然后就 把 韦维啊 王红兵啊 然后把我们这些 一个一个的 给监控起来 好 那个时候 就被监控了 大概有个 几年的时间 像现在 实际上 我贵州的电话 一直是被监控的 所以来这里 我就不能用 贵州的电话 反正 我到哪里去 我那个手机 都是关机的 我现在用北京的 反正通过 这么一拿过来 自己就感觉到 对江青同志 确实 在中国理事上 应该说是 接触的女性 特别在现代 我是觉得 没的人能比得上她 真的 她不仅在 在马里 毛泽东 思想的理论水平 对这个 这个瘟疫 特别对瘟疫 理论 瘟疫 事件啊 她是 这个 真正称得上 是大家 不是一般的专家 这个 确实很了不起的 而她本人的生平呢 因为我对她 还是 我也是山东的 她是组成的 我是维方的 我还是比较主义 研究她 我觉得 她三十年代初 参加革命 然后三十年入的党吧 后来是 这个 当这个 党组织被破坏 她是被派到上海 就是去搞地下工作的 大人 也是 保护陆孙二十 参加昨年的 一些政部活动 后来这个 当 王明如县 到到哪个以后啊 她后来到延安了嘛 延安以后 她和毛主席 结合 我以为 既 应该说 有她的必然性 因为这个时候 霍资金 她离毛主席而去 而江青 在 这个 马列学院 康达 听毛主席 讲哲学 她对毛主席很崇拜 是不是 毛主席有时候 也和她见面 也交谈 这个时候 在中央领导 实际上都是同意的 并没有不同意 还有 这个 还有的人说 毛主席 这个 不要 霍资金了 霍资金 还保持夫妻关系 然后又 霍江青 结合 实际上 这都是胡说八道 因为 她已经 离去了一年多的时间了 在这种情况下 哎 才 经过这个 中央研究 同意 才结合的 这个 就是这么一种情 不是 我给你插个裙子 哎 这个 这个 霍资金走了以后 哎 这个 毛主席 青丝 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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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西安 西安 到这个 乌鲁木齐 后来到苏联 他又叫 王家祥 平址去做 哎 他一直 他不回来 是的 所以 才这样 才拿过去 所以有的人 啊 胡说八道 在这上面 来 污蔑毛主席 这些我们都很 应该清楚 在一个原来 我没有搞清楚的 一个 事实呢 就是在 井冈山的时候 那时候 杨开慧啊 没有牺牲 哎 毛主席二十八年 和霍资金结婚 这个事情 现在啊 王上也把这个问题啊 哎 讲清楚了 就是当时 哎 和毛主席是领居的 一个 这个 姓武 哎 是当派他到长沙 去接 杨开慧 他们母子一起上金刚山 结果他去找了好几趟 哎 很长时间 没有找到 回来以后 在一个从上海那边 毛主席的兄弟啊 哎 毛主席啊 也带信 也讲 说他嫌子牺牲了 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 毛主席那个时候啊 哎 为了工作的需要 当时 说杨文财啊 他们 就出货 就介绍 和毛主席结婚的 所以这些事情啊 哎 我们只要搞清楚了 实际上 他敌人污蔑造谣 这样 这本来是很小的事情 哎 实际上 现在这些事 也不存在的 也是造谣污蔑的 啊 在一个 江青在民族革命时期 特别是在转战山北的时候 他是协助着毛主席啊 哎 对这个指挥全国的 解放战争啊 起了很大的作用 召开呢 1947年12月 那个杨家沟 12月会议 就是中央工作会议 那个毛主席做的那个报告 目前行事和我们的人 是当时毛主席啊 这个监督员 不能动手 啊 是抠诉 啊 然后叫江青记录下来 啊 当然江青在记录的过程中 肯定他也要 啊 做一些 那个 然后毛主席又亲自修改 发表的 那个文件 非常重要 那是在最后 在这个战略进攻 啊 这个 开始 啊 到应接中 信仲国简历 之后 夺取省力的时候 一个政治 是经济 那你们那些 那你们那些 现在都革命 哎 这个叫得很香的 你们到哪里去了 是这样的 是不是啊 所以江青这个人 在民族革命时期 是接触的 哎 这个协助毛主席啊 这个 是得力的主手 应该说 也是贤其良母 是吧 那么 四国队时期 在文化 在这个信仲国建立之后 他主要是在文艺界方面 他是当时担任文化部 这个电影处的副处长 好像是 一开始叫电影局 后来电影处 副处长 他的当时就很关心 这个延续什么样的电影 哎 当时那个《清空密室》 是他首先向毛主席报告的 后来《无选传》 哎 也就是 后来毛主席写了《死论》 然后才在文艺界 可以发起了第一次 比较大的斗争 就是那个 他又亲自率领一个调查组 到山东的唐义县 去调查 路选的家乡 无选的家乡 无选理事 调查记 就是那个时候出来的 所以你看 社会主义开始之后啊 毛主席 这个江青同志 也一直是协助毛主席 整形革命 哎 进行三大改造 改造资本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私有制 把他建立社会主义的公有制 确立社会主义制度 在这种情况下 面临着两个阶级 两条道路的一个盛世大搏斗 这是我们陈斯科同志所讲的 这个时候啊 就是刘少奇他们这个时候 这个这个犯罪呢 去搞活动化 哎 然后 这个这个毛主席来就要坚持搞活动化 后来又发展到公司 哎 也就是说 毛主席发表了继续 那个关于正确处理人民的某的问题啊 这是一篇啊 继续革命的理论 这个纲领 应该这样讲 你看 马克思那个时候 他是资本乱 哎 这个确立了 用辩论法 来知道 这个 啊 科学社会主义 哲学 政治经济学 典定了理论基础 列宁 他在1916年的哲学 比辑里面 他对辩论法有一个重大的发展 这是把原来啊 马克思的三个基本规律 发展成对的同一规律 是一个根本的规律和原则 但是需要进一步解释和发挥 但列宁没有来得及做这个工作 而这个工作呢 就是毛泽东1937年 七八月份在延安 在这个马列学院讲哲学的时候 他矛盾论 就是那个时候讲的 世间论 又解决了认识问题 世间认识 在世间 在认识 这样一个认识规律的问题 所以在65年 在64年 毛泽东西有一个 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 他就讲的 他说马恩啊 确立了威武主义 但是他没有解决认识 列宁呢 翻起了两条路线 什么是威武主义路线 什么是威武主义路线 什么是卫生主义路线 冷言没有讲清楚认识论的问题 而毛泽东的世间论 那就是非常深刻万针的 系统的 解决了认识论的问题 人们对15的认识 怎么样 通过世间 理性的认识 然后上升到思想理论 再进一步回到世间中 是从哪里来的 那是许言 他进一步 把这个认识论 理论化 系统化 更加 他发展的发展的 更加权重化 就算人民权重 谁读了那个东西 也都很明白 我们共产党人啊 怎么样 才能够得到一个正确的理论 正确的认识 所以毛泽东西到了六十年代 更加强调 应该把哲学 从哲学家的课堂上 和书本里解放出来 变为人民权重 尖锐的武器 这个是毛泽东西啊 在这方面 去做这个工作 而整个在这个过程中 毛泽东西不是这样的话 到革命开始 他就讲到 他说我过去也有错误 我的错误 就是对 这个以示形态的问题 没有全面的抓 系统的抓 而个别的 具体的抓了一些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毛泽东西是退居二线的 而出在第一线的 是六十七等小平他们 而周恩来主要是管政府 管建设的经济方面的工作 是吧 而政治思想这一方面 他们不仅不去抓 而且还要把毛泽东西啊 架空封击起来 所以毛泽东西批评他们 是个独立王国嘛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江青同志 立了一个很大的功劳 就是他把文化的一个突破口啊 在京剧这个革命 这个 在他的秦子啊 这个抓这个 这一方面的事件啊 当然片种中 首先涌现出了一大批 现在京剧 现在养班戏 现在举重吧 这些他把他加以改造 然后他六四年 做了一个谈谈京剧革命的讲话 所以这个也是说 为什么后来江青他能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起始 这个也是自然形成的 因为他有这一个方面的贡献 自然他能够这样 而且毛泽东西也看中了他 政治上很敏感很敏锐 这个他有干干 他没得私心嘛 他可以无所顾忌嘛 所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 就是李少奇彭震他们个二月提纲 来这个 来反对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后来516通知 然后成立了新的 文化革命领导小组 就是实际上的江青为首的了 所以整个十年文革 应该说啊 江青确实是一个文化大革命的 英雄的起始 而他的京剧革命 还有芭蕾舞剧革命 还有其他一些方面的革命 他留下这些仰白啊 这确实是涌出千古的 这个现在我们 只要一听到仰白戏 不管在什么场合 那些群众啊 都是这个欢欣鼓舞啊 都是非常激动 我们也要跟着来唱和 这个就说明了这个 为什么现在这个对江青 人民群众越来越怀念 特别有很多 这个奴团的那些贫固的农民啊 这些工人啊 下岗的事业的 他们都怀念毛主席那个时代 他们都讲江青很好 因为我自己接触到周围那些群众 他们都这样看的 所以这个 所以今天我来啊 我参加这个会啊 非常高兴 对江青同志纪念很有意义 而呢 来看到了这么多老同志 还有很多都是 原来文革时期的 革命则反派的领袖 这个也很高兴 他们你们不管受了多少打击 但是你们始终始至不欲 是吧 刚才那个西安的一个同志 讲的 李斯英啊 当时很出名的 我们人民大学 我们就是 他当时 他率领一只学生啊 受到西北局 当时书记是胡锡奎 管文化革命的 他迫害 后来他们跑到我们人民大学去空宿 当时我们听到他们空宿啊 那我记得那一天 晚上就下大暴雨了 一直到晚上一两点钟了 我们就说要坚决支持 西安的这些革命同志 要抗议啊 他们大声的反派 后来我们也在学校 也这个写大桌 然后第二天 我们就出去 去传练去了 那时候是8月12号 我记得 还没有 还那个时候大传练 还没有开始 我们到哈尔滨 也是 那个时候是摩阳心 就在哈尔滨红石大帆团的使令了 所以通过这一段 我们就是说过去了 在38年以前 江青他们受到迫害 能够今天 我们能够坐在这个地方来 几年 江青一备周年 应该说 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也是人民权重 搞定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坚持毛主席 为武产阶级专政下 继续革命理论 或事前的一个伟大的进步 但是呢 的确像江青写 给这个元老的那个行动说写的 道路是曲折的 但是前途是光明的 而我们相信共产主义 一定要实现 但是就是要和我们 一代一代的 发扬与共一山的精神吧 去斗争 去奋斗 我们一定会胜利的